經過四天的行程 我們在斯瓦丁尼落實了同慶兩國邦誼 以及促進永續合作這兩大出訪的目標 我們在當地見證臺灣和斯瓦丁尼的情誼 是建立在互惠合作 更是立居於相互扶持 不論是在醫療 農業 青年教育 或者是職業訓練 婦女陪勵等項目 我們兩國都有豐富的合作成果 這次水船出訪的陳其邁市長 代表了高雄市跟斯瓦丁尼首都Mbaba內市 完成了簽署地盟的協定 未來雙方不僅會推動青年交流 也會針對雙語教育和私資進行更多的合作 另外 透過這次出訪 我們再次向世界展現 即使臺灣面臨艱難的國際處境 但是我們依然選擇 腳踏實地地跟各國交朋友 用真誠和堅定做外交 臺灣的挑戰很多 但我們越挫越勇 反而是讓我們更有任性 也越來越勇敢 而這份勇敢是因為有來自好朋友的支持 我要再次感謝斯瓦丁尼王國 長期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為臺灣發聲 臺灣有能力也願意為世界做出更多的貢獻 未來 我們會更團結 也會更勇敢 在全球關注的議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跟所有的國際夥伴 共同促進我們區域 以及全球的繁榮發展 我要特別感謝這次參與出訪工作的所有工作夥伴 尤其是外交部同仁 大家全力投入 確保每項工作都能順利完成 也要感謝華航貼心又安全的服務 讓我們在這個旅程中受到最好的照顧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